7月25日,夜幕下的重庆国际马戏城内 杂技演员石倩仰望在台座上 双脚向上,工作人员把一把又一把油脂伞放在他的脚尖上 当伞达到十把,石倩开始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 只见十把伞慢慢旋转,犹如花朵绽放 观众抱以惊叹和掌声 登记作为中国杂技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它的魅力来自于杂技演员高超的腿脚功夫 轻如纸伞,重如大纲,八仙桌等都能在脚上跳舞 2021年6月,重庆杂技艺术团登记 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登伞是登记中难度最大的一种 由重庆杂技艺术团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后 再向全国各地杂技艺术团普及 70余年里,登伞这门杂技绝活历经发展,鼎盛,沉寂,回归 至今已传承了八代人 因为登伞是我们的传统东西 是我们团体,重庆杂技团 建团以来,亲自创造,亲自改编的 以前全国都没有,各个团体都没有 我们团体把它创造了搞这个登伞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最后传到他们这一代了 目前重庆杂技艺术团有三名杂技演员在进行登记日常训练 但其中只有石倩这一名杂技演员算是真正掌握了登伞这门绝技 能独自登台表演 22岁的石倩从小就学习杂技艺术 弹机学习登伞这门技艺 他表示过程非常艰辛 石倩说登伞需要躺着练习 他最开始每天要躺六个小时 保持统一姿势进行训练 脑袋充血 腰酸背痛 一个动作练半年都是常有的事 刚开始练什么都不懂 就感觉这个 其实它没有什么危险性 就一直躺在那 就感觉 就是挺耗时间 然后也看不到什么进步 然后其实刚开始还是真挺枯燥的 其实中途嘛 也想过放弃 就是 但是有时候呢 又看得到希望 看到希望的时候呢 你又不想放弃了 然后就继续 经过六年魔力 如今石倩以成长为 能独当一面的登记演员 在重庆国际马戏城的 常态化演出中 他需要独立完成 七分钟左右的表演 石倩坦言 自己享受舞台 当看到观众为自己鼓掌 顿时就有了成就感 也有了前进的动力 我练了将近现在有六年了嘛 每天晚上我们在这个 重庆国际马戏城 这个晚上的极限快乐 就是有灯伞这个节目 就每当演出的时候 到了就是观众 给我鼓掌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努力 是没有白费的 然后就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 由于登记 刚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久 目前还没有国家级传承人 已经掌握了登记记忆的实践 肩负重任 他除了完成 每天在重庆国际马戏城的 节目表演外 还扛起国家飞夷登记的传承大旗 就是这个登记嘛 入选了国家飞夷嘛 我还是会继续 继续从事我的这个行业 因为我还是挺热爱这个节目的 然后呢 我也会继续给 就是下一代 或者说有更多的就是同学呀 什么的小朋友 来愿意来练 我都是非常乐意 愿意 把这个节目传承下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